大家好 这里是沈亿守望者 两根绳头怎样连接才牢固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绳头连接牢固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把一根绳头啊 先打个对折 看见没有 打好对折以后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绳头 从这个对折孔里面 穿过去啊 这样穿过去 把绳头留长一点 然后从这两根 对折绳子下面 绕过来 绕过来以后就形成这样的看没有 然后我们在上面 绕圈 这样一直绕圈就好了 绕的时候呢把它收紧 靠拢一点啊 就这样一直收就好了 绕到这个绳子的末尾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绳头啊 下面这个绳头 从这个 孔的下面啊 下面穿过来 看没有穿过来把它拽出去就好了 就形成这样啊 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我们把它收紧 拽过来就好了啊 一收紧 一拉紧 你看看没有 这样对接绳头的话 是非常牢固安全的啊 是怎样拽 拽不开的啊 你看看没有 这个绳头对接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了一个 缓码的 然后我们下了一个